我俩在一起两年多了 但是到现在都没见过家长呢 他特别回避这个问题 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我也想跟他走到下一步啊 还不都是因为他不够努力 一直都在原地踏步 我是越来越觉得 他就没有跟我打算长久 就没有奔着结婚走 经常跟朋友聚会 还经常骗我 其实我心里一清二楚 我为他也付出很多呀 给他找创业机会 是他自己不够胆大 没什么出息 他不在深圳安家 我怎么敢谈我论嫁呢 我觉得他说的那些都是借口 但凡出现一个条件好点的 马上就跟别人走了 我就想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赫先生 26岁来自四川电销 女嘉宾彭女士22岁 来自广东电话园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今儿谁要来的呀 是我要来的 那干嘛呀 主要是呢 也是跟他在一起 差不多两年多时间的嘛 我感觉他当我是一个 备胎的一样的感觉 今天你要跟他把话说清楚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两年多了是吧 对 两位是怎么认识的呀 就是当时嘛 我在那公司里面工作 他也进公司 那边一个同事聚会嘛 那时候就认识了 同事聚会感觉还 聊得还不错 两个人 就然后加个微信 然后就聊在一起了 一间公司的 对 公司在哪呢 在深圳 是这么认识的 对 两年多了 为什么觉得自己 是个备胎呢 怎么说呢 因为我跟他在一起 两年多了 最基本的 就是说父母这些 都没有见过 就是说我跟他俩在一起呢 他老是这个约 那个约 朋友 反正这里约 我都不知道的 不不不 维持的是骗着我的 咱们慢慢说好不好 你想过要见他父母是吗 想过呀 你家是哪的呢 姑娘 广东的 离深圳有多远啊 400公里左右 那不远啊 对不对 抬腿不就去了吗 是看过吗 去呀 去了呀 有一次 他说他想他父母了 他回老家 然后我就要求 我跟他一起去嘛 我去了 然后我住宾馆了 住宾馆 然后我说 你去当然应该住宾馆啊 我知道 我觉得没关系 住宾馆 但是我说 见一下他父母嘛 他死活就不同意 为什么呢 姑娘 那还不是因为 你不够努力吗 我一直都有叫 去创业 然后他一直不肯去创业嘛 不是 这就创不创业 跟见你爸妈 有什么关系吗 因为我就想他 稳定下来 咱们再见父母嘛 哦 那你父母他也没见过了 没有啊 你家是四川 对对对 太远 倒是可以理解 我也要求过 他见我父母 但是他不肯啊 我他说远 没关系啊 我把我父母接出来呀 你把你父母 从四川接到深圳了 对呀 见了吗 没有啊 我接出来他不愿意呀 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说过 要见到父母 但是过年我也要回老家 没有说不见到父母呀 等于过年他把他父母 从四川接到了深圳 你自己回家过年去了 他的意思就是见一面 然后就走了 那有没有考虑过 我父母的感受呢 见了吗 没有啊 他就使会不同意见 他的意思是不见 对 这个好像也不能构成 你说你就是个备胎呀 这不算什么嘛 因为他所有的朋友 压根都不知道我们谈恋爱 他父母也不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他父母 我不知道吗 两年了 我一直以为都知道 然后就那一次 去他老家的时候 我三番几次要求说 见一下他父母 他不愿意吗 后来他实在说了没办法 他直接跟我说 他父母压根都不知道 我们两个在 他也不愿意 Kerimba 他也不能处理 他也不能处理 他不处理 我 fl过去 他不愿意 他但不是 我全民愿意 你自己过去 他不过去 我aföld 不会 刚才 我 我 他不愿意 我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八点钟下班回来 他也是差不多八点钟那个样子下班回来 我下班回来我忘带钥匙回家了 他叫我等一下我就等一下 结果我等了三个小时 他说他跟他同事他们聚聚会 他们同事我基本上来说我也了解 他们聚会是一个星期聚一次 他昨天刚聚会今天又聚会 结果呢后来我才知道 他跟一个男性的朋友两个出去吃宵夜去了 把自己的男朋友扔到家里面 楼下来等他 他也骗着我说跟同事出去吃宵夜去了 吃宵夜倒也无所谓 那回来了之后他提了点水果回来 刚好在楼下遇到一个他同事 在一个公司身体不舒服 他说去买药 一两分钟就可以了叫我等一下 结果呢一两分钟 我又等了一两个小时 他把我给忘了 心太大了吧 大活也能忘 没有啊 但是他也挺笨的 他也不知道我问我拿钥匙 直接上楼去啊 就在楼下干凉啊 那你不可能说十一二点呢 我把你一直在那里 我发脾气说把钥匙给我 我先上去 你自己去买吧 我不可能这么说吧 你说 跟异性朋友吃饭去了 你没什么呀 就是跟我那些同事吃饭去而已啊 是同事还是一个朋友啊 就是同事呀 那同事不应该骗我吧 我觉得正大光明跟我说 我觉得没什么呀 这还不算什么 还有什么 过生日都不跟我说的 过生日都是跟朋友出去 他连我生日他都不知道 你知道吗 还有我跟他说的 那我们俩第一年在一起的时候 你觉得过生日我知道吗 你告诉我 这个男朋友在你心目当中的地位 有多重啊 如果不是什么重要 我怎么可能在一起两年多对吧 还是挺重的 对啊 你想想看 基本过生日 他不让我知道 那天下午 他跟我说 他说你下班先回去 我晚上有事 我问他什么事 他又不跟我说什么事 那时候你们俩已经交往了 对 肯定交往了嘛 我就问他什么事 他不跟我说 然后下班之后 我实在问了他没办法 他说他过生日 跟朋友在外面吃饭 我一听他过生日 我马上买个蛋糕 买个蛋糕八点多钟 我叫他回来 我们俩过生日嘛 然后他也不回来 那这是为什么呢 姑娘 我有说 叫他一起过来 他一直不肯过来而已啊 有叫十二年中了 你们吃完了 唱歌唱完了 过生日过完了 你叫我过去干嘛呢 第二年生日 你们一起过的吗 第二年是一起过的 哦 行吧 他就老是说以前的事情 你知道吧 就特别小气 哦 小气 对 而且他话 我跟他在一起 两年都是他在花我的钱 你知道吗 我一个月八九千工资 都在跟他一起花的 他没有给过我钱 我怎么没有给过呀 什么意思我没懂 就是说我跟他在一起 这么多年 他什么都没有给我买过 你知道吗 哦 就生日买一个蛋糕 平时我一个月八九千工资 都是跟他在一起花的 他的钱呢 他的钱他自己长的呀 那我还是想 那你 我要是把钱给你 那你全部全部花完了 他大手大脚的 那你就花人家的钱啊 我也没有花他多少钱啊 我就是偶尔 可能两个人吃饭 基本上是他在买单 那为什么不是你买呢 我买单 我买单的话 天天叫我去 那你们这也算得太精了 这叫谈恋爱吗 他不是说算得太精了 我们去旅游都是我再花钱的 你知道吗 去哪里旅游都是我再花钱的 这是为什么呢 他的工资比我还要高 我根本就不想去啊 那你不是也去了吗 我不去他就生气啊 做什么他就生气啊 所以说就他花钱是吧 你们俩算得可够清楚的啦 是他要跟我算得这么清楚啊 又不是我说要算得清楚 对啊 花的都是人家的钱啊 差点给你带进去了 那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我也一直都是我在花钱啊 但是我了解他性格人之后 我就觉得该省的时候 该省嘛 毕竟来说我也是想 你这么跟我说 你是不是在心里还给他留了一手 没有啊 那你觉得你们俩现在的问题在哪呢 我感觉到他就是 最主要的就是经常骗我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在一起两年时间 毕竟来说 大家有一次有个了解嘛 不应该骗我嘛 互相坦白一下嘛 老是骗我说 跟这个闺蜜出去吃饭 那个闺蜜出去吃饭 结果呢 跟别的男性朋友 直到电影院里去了 还有这事啊 这也没什么呀 我觉得这是异性朋友 也不是干嘛对吧 那没什么你可以告诉他 你说我跟谁接谁 看个电影去 你说没说呀 他说他又该讨价呀 他说为什么要跟别人去吃饭呀 他这个人就是喜欢装牛角尖的呀 不是那你 那你告诉他 为什么你跟别人吃饭呢 就是你有男朋友 为什么还老跟别的男人去吃饭 你给他解释一下 我都是一些朋友 很多人在一起的呀 我就说你跟我说清楚 我觉得没什么呀 每个人都有个异性朋友啊 那你像我呀 我在公司里面上班 我虽然我也有异性朋友 但是我从来不跟他们 做过太多的一个接触 好 接下来 从来不单独出去 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姑娘 你们俩之间 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我觉得吧 就是说 我也希望他在深圳能安个家嘛 因为到时候的话 不希望结了婚 跟他试穿 然后我爸妈来回跑来 看望我这么艰苦嘛 但是我就感觉到 他一直都是不够努力 一直是原地踏步的 然后我每次出去 都是花我的钱 我就感觉到 这个男人很不负责任 你知道吗 其实在你的心里 已经把他剔除了是吧 其实他就除这些 我们关系删除还是挺好的 就是其他方面 他可能 那我就感觉 是挺好的 挺好的 那你为什么一直这样啊 那我就想不明白了啊 虽然说我没有为他发过钱 但是我的钱攒了多少 他知不知道 我有没有说 要在深圳这边定居 有没有说 要在这边陪他 有没有说 要在深圳定居啊 我有说过呀 那你说说你的打算给他听啊 我打算就是过两年之后 慢慢接触一点人脉嘛 那你要我等了两年 我还要等你多少年呀 你等我吗 你确定你在等我吗 你整天约这个约那个的 如果说遇到一个好的 你是不是马上把我甩了 哎呀 那你今天来干嘛 我今天呢 就是想弄明白 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也想跟他两个好过 我觉得他人确实是不错呀 但是我就接受 那你的说法 他人可不怎么好啊 这一方面不好 但是他其他方面 对我确实是挺好的 平时呢 比如说因为我是四川那边 我吃辣的嘛 他那边是广东那边 他们那边从不在那 但是他也是为了我 经常做饭呢 他都是做比较符合我胃口的嘛 行吧 所以你要弄清楚他干嘛 那问问呗 你到底把他当什么呀 我就把他当个男朋友呀 我就想弄清楚 他有没有想过跟我结婚 但是他一直不愿意去改变呀 他要就这么不改了 你还跟他交往吗 但是他有说过 他说再叫我等两年 我不知道这两年 他还是不是继续 都是眼底大步 不肯去付出呀 我的天哪 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听听老师怎么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俩保卫的是什么 从头到尾没有听到一点感情的事情 我相信肯定是有的 没说 最初两人刚认识在公司的时候 共同去完成相同的工作任务的时候 应该是有两情相约 对不对 但是在这段情感当中功利的成分远大过于爱情的成分 你说你跟那些所谓的异性在一块有劲吗 其实你也是一傻姑娘 其实在金钱上你并没有心眼 你的心眼全写在了脸上 大家都看得到 你就想找个条件好的 你就直白地说出来 但问题是在于 你真的找一个条件好的 不爱你的又有什么意义呢 而至于男生 你每天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你很清楚 你们俩人在一起相处 竟在咫尺 却猜不透对方心里在想什么 或者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什么 但想的肯定不是我 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你找一个同样在深圳 不是当地人 跟你一样奋斗的女生 你们会多么地感同身受 我知道他心里面在想什么 我也一直在努力 他想的不是你 他跟别的异性在一起 你知道吗 他存了多少钱你知道吗 那不就是了吗 你两个人都不掏心窝子 你说你们有什么意思呢 如果没有那么纯粹 就不要想着往下一切走 但我告诉女生 不要跟一心走得过境 不要胡乱的一天到晚 就把一点钱全花在KTV呀 出去吃喝玩乐 那点钱挣得也不容易 你 勤奋努力是应该的 但是 你挣的所有的钱 是为了将来的幸福 对于自己心爱的女人 不能藏着掖着 否则的话 你也不会得到幸福 就这样 听明白没 其实我觉得生活道理 特别简单 你想要什么样 你就按那个方式去找 如果它不是 你为什么非要强求去改造它呢 比如这个女生 我现在听到的是说 有套房子 能稳定地生活 那我觉得你的标准 已经很清晰了 你非要找一个说 没有房子的说 你去变一个房子 因为我就喜欢你 男生也是一样的 说我需要有三五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来奋斗 那你要找一个 可以理解你奋斗的女人 而不是跟你说 我还有几个两年啊 然后两个人就隔着心 互相猜忌 这个多累啊 这好像不叫恋爱吧 对不对 咱们实话实说 你心里头想嫁给这个男人吗 有想过 现在还想过 现在 我感觉 我是不是应该去相信他 但是他平时对我 确实也挺不错的 从有想过 到已经犹豫了 可是有多少人 有了房子之后的婚姻 并不幸福呢 还有很多人租在房子里 过着幸福的日子呢 自己去想 男生 想娶他吗 想啊 现在也想吗 我一直都有想过呀 我就希望他能改一改 但是他从来 改不了 我们在生活里面 老是心存幻想啊 哎呀 我跟这人在一起 这个人如果是这样就好了 怎么可能 不要带有这种奢望 所以两位 心平静气 坦诚地面对自己内心 最真实的感受 才是对的 一起进入 真情60秒 我其实觉得 我觉得我会改变的 不是说工资这些 我以后都会给你 但是我也希望你 能改一改 以后不要欺骗我 其实我真的很想 跟你在一起 知道吗 其实你说的 都过去了 这半年一来 我一直都在跟你在你身边 人家除了上吧 就是下吧 难道你没看到我改变吗 嗯 我觉得没有改变太多 你知道吗 不然我也不会来了 没话了吧 请亮灯吧 两个龙共收播到30秒 两年多的感情 会情归何处呢 谢谢两位 请